嗨 大家好,我是小李 今天打算到山上来搞点菊菜 这里你看就有了 在路上就有菊菜采了的 今天搞点菊菜 和我哥一起 我哥现在在后面 城里的 现在是走不着路了 现在是我们沿着这里一起去 现在搞到两棵 现在那边那里搞 因为那边有个 刚造了林的地方 所以说会多很多的 蛮早的很 现在还都是一些比较小的芽 要慢慢找 慢慢的找 慢慢的找 这里有棵 好,两棵 这里有一个 看到没 那里有一棵 这里有 你看 看到这个没有 这里有一个 这个好像也是 这里有 看到没 沿着港的一群 嗨 下来搞了这么久 就还只有这么一点点 现在到那上面 我再去搞一下 这里有一棵 这里一根 有点累 你知道吗 这地方走得要死 好,我们走 去看其他地方还有没有 我们开始了 弄啊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六根 七根 八根 九根 十根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刚进来这里抓到一大把 这是个风水宝地 本来这个还没到季节的 还要过一段时间的 过 这里有一个 你看这个还有一个没长起来的 过一段时间还可以到这里来 再来一次 这里还有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 都是大根的这种 哎 这里好多 看到没 四个 一 二 三 四 这么短 啊 这里好像还有一个 这里有两个 还是一个 我 还有这一个 这里两个 这里有一个 这个地方多很多 找到这里啊 看到没 这里是好多 还有这个地方 1 2 3 4 看到没 搞了5个 剩下的都是一些小布丁 剩下的都是一些小布丁 我摘了这么一点点 实在找不到了 今天就搞到这里了 4点多快5点了 等一下天就黑了 回不去那就太惨了一点 这是今天的收获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概一扎吧 大概一餐肯定还是够了的 虽然说这个比较短 这个时间段因为是早春 本来是没有什么的 做了几根的 但是我还是找到了这么多小鲤 还是蛮厉害的 好 这种橙天然绿色无公害的食物 我自己就带回家去吃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我是小李 欢迎大家关注视频的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